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叫Sketch Foundation Kit 也就是翻译过来叫基础套装 听起来很像安利一个保养品 但是今天真的是安利一个Kit 然后这个东西是在GitHub上有链接的 然后我给大家打开网站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GitHub这个网站 好 我现在在GitHub 然后我大概预览一下 这个文件基本上有这些file 然后这是这个Foundation Kit基本套装的一个预览 我给大家基本大概的看一下 然后我会给大家介绍的 我想国内应该是有打开GitHub的网页吧 应该打得开了 不过我会在附件里也添加一个 我下载的Sketch file给大家使用 所以即便你打不开的话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先打开Sketch来看一下咯 GitHub上有很多Sketch的资源 因为之前Sketch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设计师包括Engineer 他们就把那些插件什么的都放在GitHub上面 然后你可以通过GitHub的链接或者插件下载 然后让你的Sketch更加强大一些 然后Sketch整个team的话也依然在就是不断地跟进这个产品 它会融合一些新的比较好的东西添加到自己的软件上面 然后加feature什么的 这个也是逐步进行的 所以在Sketch还没有开发那些feature之前呢 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到GitHub上去找一些插件 首先它是有一个welcome page 然后这个welcome page基本上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现在2.0 versi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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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template 这我觉得大家 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这个已经之前给Sketch implement 它的template自己都非常好 所以这不需要看 唯一我觉得有value的有价值的就是这个symbols 那现在再介绍一下这个symbol啊 就是它这边非常的详细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dropdown link 然后这边有hyperlink的颜色改变和hover state的一个 就是当你手摁下去的时候 那个state那个状态的颜色改变 然后有dropdown menu下拉式菜单 有button activate activate就是说你这个按键是点击未点击这种状态 然后这边是一个menu 然后这边有pagination 就是说页面的切换之类的 它这种上面的是叫路径的那些排列什么的 它非常非常的详细 如果你仔细浏览这个file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像我之前那节 UI template那节课一样 这些东西非常的好用 然后media的话 这边有image 有progress bar 然后有不同的label标签 不同的颜色 然后这些元素 包括页面的切换 以及这些dot 你是可以直接用的 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没有中文版 所以中文的编辑 我觉得还是大家需要再去开发一下 我希望有更多的sketch的用户 多创建一些有中文版本的 那个template 这样对你们来说更加好的使用 因为我的工作环境是以英文为主的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很好用 可是我觉得要考虑到不同的用户群嘛 如果大家可以分享到 或者是找到有中文语言的那些sketch resource 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个是非常好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做 然后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分享 然后这边是一个pop up 就是也不一定是个pop up 有可能就是一个hover state 当你鼠标滑到 像medium这种网站 当你滑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一个菜单跳出来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加action 你也可以在上面加注释 form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你要做表格的时候 这个简直是太 直接太好用了 你就是text form 然后你要disabled 就是说当你这个选项是没办法选的时候 就要灰掉它嘛 然后这个是with focus 当你在填这个表格的时候 还有就是当你有arrow的时候 有错误信息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有一节课 专门说那种form state嘛 当你在设计表格的时候 你不能只设计一张原始的状态 你要考虑到四种 至少四种状态 选择非选择 然后invalid 就disabled 它就是无法输入的状态 以及错误状态 错误状态有很多种的提示方法 有一种基本上就是跳出来红色 或者大叉 或者是pop up 然后有每一种类型 都有不同的设计方法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设计师一定要牢记 然后选择有radio 然后也有checkbox 单弦多弦 这个没有特别大的难度吧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然后这边的button control也是非常的好用 也就是它告诉你在form里面 然后你有小的大的 然后有solid 有stroke 然后有一些是alert之类的嘛 它就是hollow hollow就是空心的 然后这些button告诉你就是 这个是default 就是它告诉你是蓝色嘛 那绿色的话就是你成功了 或者是你在举个例子 你在check in,check out,credit card 信用卡的时候你这卡号输入正确 你就可以用绿的 然后有错误的信息 你就可以用红的 warning message 警告提示性的 可以用直色的 secondary或者是invalid,disabled 可以用灰色的 比如这个选项你无法选择 那除了按钮dropdown 你还有一些就胶囊型的 这边叫capsule 也就是我说的radius 有一些软件 它的button的style 用的就是圆形的 而不是方形的 然后这个是quit or cross 然后slider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比较粗泡型的 你也可以用圆形的之类的 然后我们到了typography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多说了吧 然后你自己阅读 什么时候运用paragraph 用什么字体 然后什么时候用大的header 然后什么时候用写体 什么时候用你的content 或者是名字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链接是用什么颜色 然后主要是一个hierarchy hierarchy就是等级分层 也就是什么样的内容 放在比较大的字体 什么样的内容放小一些 什么样的内容 你希望你的用户首先看到 然后这边有一个icon icon的话 我觉得这些icon都不是很好 因为比较旧了 但是它既然在那里 你就可以扫一眼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可用性 你可以借用它 然后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改造 是没有问题的 icon的话比较细节 这个我觉得你得慢慢画才知道 然后基本上都是往上找base 然后你继续往上改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合法的 那如果icon的话 那如果icon的话 我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一个网站 叫non-project 这个网站现在是免费的 你注册好以后呢 你可以在上面搜索你想要的icon 比如说我想搜索一个垃圾桶 它会有所有人画的垃圾桶在这里 然后有各种style 有那种solid 然后有一种dimension 有一种全部flat 全部扁平化的 有一些是stroke 就是完全是线条形的 有一些是甜色的 然后各种设计 起码有一百个垃圾桶的设计 然后你点进去一个 比如说你喜欢 比如说喜欢这个 然后它还有类似的在这边推荐你 这个的话你下载的时候 它有png和svg两种形式 然后你点svg的时候 当然你要登录一下 我要先登录一下 sorry 然后当你下载的时候呢 你有svg和png 一般我都会下载始量的 始量的话你可以购买它 因为现在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请大家购买 或者是你free 但是你要givecredit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为什么不同啊 就是说 你当你要用于商业用途啊之类的 或者是你用这个icon 你可能会赚钱啊之类的 你一定要付钱给这个人的 不然你就是非法 他如果找到你可以告诉你的 当然找到你的机率比较低 我不是纵用大家做非法行为 但是你完全可以参考上面的icon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改 这样的话你的就又快起点又高嘛 我国内的话我觉得有一个ZQ网站会比较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叫non-project 这个我觉得我是个人认为很好用 对 你可以 它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购买的 但是免费的版本也足够好 是给大家完全可以下载练手的好东西 好啦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啰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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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